大家好,我是龙道 今天我们来讲十二种龙脉 疾胸情况 龙在形成变化时 因形式不同,变化万端 所以龙的种类有很多 有疾、有胸 大体上可以分为十二种 下面的话我们一一进行分析 一,生龙 生龙表现形式是 姿脚活泼向前 形度百叶 左右宣昂 皆有生气 这种龙是最急的 节血必然是很端正的 生龙至主三发足以来 大顿、小幅 如生蛇渡水 一直飞到节血地 左右都有肢脚、入血、端正分明 这种情况都是节富贵的大地 二,强龙 强龙表现形式为 心体独一、体格红状 行度宣昂 给人一种力量盛大 犹如万马奔腾猛虎出灵一样 其灵甲坚力而强盛 这种龙结血了 容易骤发富贵 也就是说发富贵的速度很快 三,死龙表现为 三峰模糊 手脚不明 心体比较直硬 意思是说三峰起伏变化 看不出 左右开脏也不明显 三峰整体比较直硬 有如死鱼一样 像这样的龙是不能结血的 四,顺龙 顺龙表现为 心风顺楚 支脚均步 行度团聚 意思是说 龙脉向一个方向来 左右的开脏 都很均匀 周围的心风都很行度 有志 一层一层的 顺着开脏往前走 像这样的龙结血的话 就是富贵绵远 白子千孙 四代安宁了 五,利龙 利龙表现为 心风策立不端正 支脚立趋 不环抱 行度乖张 至离主峰之后 高下不好分辨 望前吐厚的 让人分不清来龙去脉 就算这种龙结血 也是不急的 容易出 无力不孝 道寇之人 主胸 六,金龙 表现为行走 由顺序 支脚开脏 均匀分布 至离主山以来 整体给人感觉很精神 俊秀 站在血场附近看 后龙形势 是节节增高 轮序不乱 游出波细 游脑幻嫩 三峰之间的变化 横是自然 这种龙是最急的 主富贵双全 发福发跪的时间 也比较长久 七,退龙 退龙 锁起的新风 没有轮次 没有顺序 支脚开脏 也不能不累的 整体来看就是 血腥山高大 而来龙出来 却很低小 齿龙 是比较凶的 不可用 否则的话 一旦发气 便会摔 就是说 做什么事情 没有厚力 经常是虎头蛇尾 八,福龙 福龙表现为 身远 敦厚 厚重 有力 行走起来 比较悠闲 自得 至少主 到父母山 均是比较圆润厚重的 没有销售的形态 也没有剧烈的 三时风暖变换形态 四周之三 居是团团围惧 周围也不见 奇怪 恶劣的水流 这种龙脉 结血了 如发福 久远 富贵了 康宁 九 结龙 结龙表现的形式 有很多 第一就是 龙身即血场 很大 很宽 旁阵难以分明 血场上方 都是结封 穿血 下方 明堂又比较倾斜 没有室 右或者是 偏左偏右 同时不能尘气 肚脉 前面 要不然就是没有潮山拱位 要不然就是潮山过于初打高耸 直接对血进行压制 变成了压血 坐紧 血场面山 或者一旁之山 过于高大 有时由回风过血 出结害 又或者是外来的水流 直冲 血场而来 所以这种龙结续了 也不是太好的 十 冰龙 虽然外观看起来比较优美 自然 但是呢 总是给人一种瑕疵感 就像一块洁白的玉上 有黑点一样 在美中不足 其主要表现为 其左右 直脉 开脏 往往呢 都是一边有 一边没有 一边多 一边少 或者呢 是一边比较优美 灵动 一边呢 又比较死硬 僵直 这种龙结续了 往往都是 急凶 参半 美中不足 十一 沙龙 沙龙呢 是出卖 就带杀气 离主以后呢 山峰就比较险峻 人体表现为 仇恶出壮 或者是路骨带石 只脚开脏 比较尖利破碎 或者是臃肿直印 圆武 第一段过下 或者是过下 脱杀之后了 但是仍然看出 凶恶的本性 山势了 比较险峻 如果在此地下麦的话 那么 主出凶狠 强扣 或者四杀之人 所以这个地方是主凶 十二 若龙 若龙表现为 来势瘦弱 三暖不连贯 经常是三峰孤立 只脚开脏也比较衰弱 短小 本体缺力 在磁重 来龙结穴的地方 往往都是四周 腹位之三 比较少 聚气又不太好 如果在此地下脏 就容易出 孤贫 疾苦之人 一身无靠 所以 持重地 足胸 尽量不要用 关于龙脉 形态 疾胸 的话题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